香港人很喜歡吃龍蝦 我這次將這件事昇華了它 上香龍蝦我們跟花膠 令到這件事更加高級 這件事更加健康 而且是很簡單 很容易做 很好吃 我們之前曾經發過花膠 那條片我可以放在右上角 給大家看一下究竟是怎樣發得漂亮 怎樣發得大 這次都是將它們在冰箱拿出來解凍用 記得花膠筒有剩 是可以冰起它 這次的做法跟上次一樣 好了 花膠筒我們先將它開一半 我們將它切開一半 然後就可以將它打開 打開之後就好視乎你想怎樣改 有些人的做法是全部切條 不過切條的口感好像差一點 我們選擇這次就是攤開之後才將它切斷 記得不要切過濃 如果你切斷這一邊 花膠會很細 我喜歡有些口感 所以我就建議先開一半 然後才再切斷 這個花膠會是我們最後埋獻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們這次是盡量想不用粉去埋獻 我們用花膠本身的膠質 去將我們的龍蝦汁埋獻 那個風味會不同一點 然後再切開一半 好 完成 先放在裡面 這次我們會用到大約是30克的牛油 我們的牛油是我們平時用的無鹽牛油就可以了 假如真的沒有 可以不用的 但有牛油會香很多 30克大約是這裡 OK 然後我們有少許的芫荽做裝飾 一條芫荽就將葉拉出來 就不需要將葉切爛了 我們這次是想我們完整地將芫荽擺臉做裝飾 OK 那就切開少許 不要留下完整的葉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那些料頭的部分已經是全部切好了 我們料頭的部分其實是很簡單的處理方法 蔥就切到 然後那個洋蔥就切割了 薑切片 乾蔥頭和我們的蒜就切粒 好 就是這樣 好 事人的關係 我們是預先將龍蝦放在冰格裡休息一下 但當然 假如你時間不夠 龍蝦有機會是雪不滑或者是雪不死的 不過沒辦法 我們這次開餐也要快一點 我們買回來的時候 這次龍蝦厲害了 今天是黑色暴雨警告 那個人說銷售的情況不是很好 我打算買奧籠的 奧籠最近就280元一間 他說花籠也是一樣的 那當然是買花籠 你看 還要動 OK 那你如何處理龍蝦 我們之前都說過了 其實是要將頭和身分開 做法 不好意思 我要再做多一次 做法很簡單 我們首先遮住眼睛 然後將它的粥鬚部分 長的部分斬掉 不要的 這把出印 磨刺刃 好斬很多 你知道說什麼就知道 不知就算了 OK 那我們龍蝦的頭如何分開呢 有些人直接扭 但是其實很難扭 那怎樣處理呢 跟我們日式處理龍蝦方法一樣 就在頭位置先割開它 會方便我們將龍蝦頭扭出來 反轉 這裡一樣 切一切 切完之後 整件事會方便了很多 搞定 我的頭轉頭才攪拌 我們用碟裝起它 我們先處理龍蝦的味道 我們龍蝦味道先留意一下 我們考慮一下我們怎樣去切它 怎樣去改它 假如你的龍蝦打算炒下去拉油 我建議都不要太大 因為你拉不熟它 或者封不死它的表面 我們做法其實都是先將它的腳 先剪掉它 一塊塊的腳先剪掉它 因為有機會怕它會髒 你可以不剪的 不過家裡做的方便一點 有時候外面酒樓真的不理你 照樣放的 還有香港街市水養過 我總是不太放心的 Sorry 雖然有些人不認同 街市的魚缸其實不是很乾淨 好了 我們將去開一半 有些人是將去剪掉 我們這次的做法 簡單一點 家庭一點 其實是想去開一半之後再處理 因為為什麼呢 這一塊是比較多關節位 很會動 還有它比較硬一點 還有有這些軟一點 軟一點的位置 是比較難剪掉的 我們的做法跟我們平時處理都是一樣 在中間位置剪開它 剪到尾的位置停下來 OK 然後尾這一塊剪掉它 好了 扭了一樣東西 就是它有條好像腸的物體的 拔掉它 好 完成 然後很視乎你想怎樣處理 有些做法就斬或者剪 然後下一步就很視乎你的取向 有些人就剪 不過剪我覺得是不企理的 我會喜歡用刀去開它 OK 任何方法 先開一半 好 搞定 這麼快龍蝦就分開了一半 留意中間的一條腸 這條腸我們是不要的 扔掉它 然後我們的龍蝦的部分 就很視乎你想怎樣改它 通常就兩折兩折是最好的 因為那個尺寸會比較好爭 三折不是不行 但是三折好像大塊那些 所以就兩折 在兩折位置切進去 搞定 兩折位置切進去 搞定 這個也是一樣做法 兩折位置切進去 大塊就可以留下了 好 然後先清洗一下 我們旁邊有一口淡鹽水 目的是想清洗一下龍蝦的肉 OK 我們就先將它的尾巴放下去 不斷洗洗它的表面就可以了 即是怕它的殼很骯髒 待會我們會印乾的 其餘肉的位置也是 不斷衝衝它的表面 殼的位置和肉的位置 快快走就可以了 不要洗太久 一洗太久洗走它的味道 每一見都是一樣做法 順便衝洗一下殼碎 好 先搞龍蝦頭 湯龍蝦真的很會吵架 很多散會走出來 但當然沒辦法 要不買急凍的 好 龍蝦頭 怎樣處理呢 留意龍蝦頭我們要塞的位置 有些人直接拿去走油 但其實就不太好 我們怎樣處理呢 其實跟我們平時處理日本刺身龍蝦一樣做法 切斷去塞的位置 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先放進去 脫出去 另外一邊一樣 轉彎咳下去就可以了 OK 然後這個位置 就是爪這個位置 有些塞 這個塞我們就撕掉 而且如果有塞 用來拉油 它都會彈得挺厲害 因為塞的水分比較多 另一邊也是 其實用刀會比較快 不如用刀 腳位置 我們爪的位置 這些尖尖位置都可以了 所以護膚水會乾淨一點 這邊也是 然後開一半 然後龍蝦頭位置都清理一下 假如有塞扭著 都會撕走它 其實我們就處理完成 下一步就可以拿去煮 有些人會挖高 拿去推薦 這次我們就簡單些 這次家庭式做法 都不應該那麼過份 雖然也有點過份 好 我們在這個位置就檢查一下 是不是要清洗 沒有就OK了 一樣我們清洗一下它 就這樣 先 這個時候就先把我們的龍蝦印乾 用張廚房紙也好 毛巾也好 將它表面就略略印一印 太多水 轉頭我們就很彈 很難咬 全部肉的部分 即是全部外露的部分都要印 務求印乾一點 印乾一點轉頭就輕鬆很多 其實炸東西拉油 都是最怕去彈 這次這個方法就很難彈 大前提是鎖乾 按的時候可以 按的時候可以略略按一按它 不要那麼爛它 OK 腳都要印乾 爪那些很重要 尾巴 這些摺位都是 記得 摺位你不印乾一點 轉頭也是彈得很重要 然後就是龍蝦頭的部分 首先是殼的表面 先引一印 鎖一鎖表面的殼的水分 然後龍蝦裡面都要印的 那些位置就掠印 那些位置就太濕了 我們轉頭用粉去封一封它 好 上粉 然後就用個碗 加入適量的生粉 沒有生粉就用麵粉 不過生粉出來的效果就會薄身些 會好些 好些 先上我們的龍蝦肉 用個篩 轉頭可以把多餘的粉篩走 先放龍蝦肉下去 其實一放可以放下去 拌勻它 好了 然後就拍鬆它 放在篩裡 轉頭就篩走多餘的粉 然後就尾巴 還有這個 轉一轉它 然後龍蝦爪的部分 全部都是這樣做法 表面先沾上粉 龍蝦頭 那是有一汁 沾沾在裡面 封封在裡面 然後龍蝦頭的位置也是 然後就把多餘的粉 用篩篩走它 很快那些粉就會薄了很多 然後龍蝦頭也是放進去 轉一轉它 好 然後可以拉油了 好了 我們用個大火把油燒熱 油熱之後就把龍蝦拿去走油 記得我們做走油的時候 油要夠熱 如果你不夠熱的時候 你會拿去吸油 其實龍蝦會煤 而且它會封不死肉汁 好 看到油好的時候 就可以收回中火 然後先把龍蝦頭拿去拉油 灑一灑油 令到它表面快點封死 那就沒那麼容易彈的了 我們先做一件大的 然後才弄得這麼小的 整個過程大約是20至30秒 龍蝦頭就熟了 好 搞定之後龍蝦頭拿走 放到一邊先備用 這個時候可以處理我們另外的龍蝦件 那它假如有些東西浮起來 就撈走它 龍蝦件放進去 怕彈的可以擋一擋 拉的時候可以不斷 將油淋在龍蝦的表面 令到它快點封死 其實是頭部最容易彈的 如果你印得好的話 尾巴肉的部分全部都沒有問題 應該是完全可以讓你很輕易去封死去拉熟 OK 好了 我們30秒之後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你看它的肉變了白色之後 其實就OK 拿出來 爪的部分可以再翻一翻 肉的部分就拿出來 尾巴都差不多了 炸多一會 爪都已經定型了 而且它的肉都變了白色 好 拿出來 拉完 搞定 留下少量的龍蝦油起鑊 開中火 加熱的同時 就可以把我們30克的牛油加進去 小心煮焦 留意我們的油溫 先煮溶的牛油 牛油差不多溶完的時候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薑裡白爆一爆 我們把薑炒香之後 才再把剛才的料頭加進去 當你聞到薑的香味之後 就可以把我們的蔥白加進去 洋蔥加進去 先炒一會 這一步很快 我們只要把洋蔥炒到少許金黃色就可以了 好 加入薑蘿 乾蔥頭 然後蒜蓉 再炒多一會兒 當你見到洋蔥、蒜 差不多變了少許金黃色之後 就可以加我們下一樣東西了 這個時候 我們見到我們的蒜、洋蔥 已經變了金黃色 下一步就可以將龍蝦回鍋 然後加入我們的蔥段 先炒一炒它 我們將龍蝦鎖一鎖這個精華 那火保持著用蔥大火就可以了 好 先關上中火 這個時候可以加入我們的調味 大約是一杯雞湯 這次是多一點 因為這個醬汁我稍後要用 這個龍蝦汁我之後有些食譜要用 所以大家不妨做多一點留起它 然後加入蠔油 一個湯匙 胡椒粉大約是一個茶匙 一個茶匙的糖 我們先開火煮煮它 推開醬汁 待會我們再試試味 這個醬汁我們不想太鹹 所以千萬不要加太勁的調味 我們想吃回龍蝦的味道 吃回龍蝦的鮮味 我們的調味都是輔助的 我們叫它煮起後就可以蓋上蓋 收回小火 我們煮它一分鐘 一分鐘之後就可以拿出來 好 一分鐘之後開蓋 上湯當然開始微滾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龍蝦夾拿出來 我們還有一步最後的味道 好 先放在一邊 好 我們試一試味 味道應該是有很厲害的龍蝦味 不應該是調味料的味道 先看看 嘩 好味 原本應該是用衣麵 但衣麵實在是太過不健康的關係 還有我們是想令事情更加高級的關係 而且埋芡的關係 這次我們用花膠去做 開大火 煮的時候出去推開 我們是想花膠的膠質 融入去我們那個芡的裏面 好 先煮一會 我們煮它大約是三分鐘 三分鐘之後 我們這個膠已經是出得七七八八 這個湯很明顯是稠了 稠了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如果薑的你覺得很噁心 這個時候可以撿走它 沖的也是 好 關火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龍蝦的花膠上湯 那就沒有了 擺盤吧 我們擺盤的時候 盡量是留一些龍蝦爪 放著龍蝦頭 後面部分我就建議就擺龍蝦肉 就砌好一點 尾巴就凍起來 到最後那個花膠我就建議是放在旁邊 不要被龍蝦壓住它 那個視覺效果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然後假如你有西蘭花就可以拌在旁邊 然後我們的主角就是這個花膠上湯 記得我們要經過篩去淋下去 這樣就可以把多餘的渣隔得乾淨些 事情就更清潔些 好了 我們今集分享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黑芋的食譜 我們下集再見 喜歡的網友請你讚好 分享訂閱追蹤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是不熟不食 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